今天是11月19日 期指在周線圖上仍是站在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起這點又沒什麼大進展 但如果我看它在日線圖上 我們看到它有點不太好 不太好就是它已經脫離了上通道的位置 而是在265之間這裏 看到就是造成頂 然後如果它跌破了260的話 恆生指數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回落的幅度是可能去到254 即是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阿爺最近說要是汽車加電下鄉 這個好像是一個 是老生常談 不過如果有這個補貼的話 國人真真正正會買多些汽車和加電的 具體的情況還要等到宣佈出來 不過估計有幾樣東西 大家可以想得到的 就是一 不要以為只是新能源汽車 是可以幫得到手 賣得到好 因為它是家電下鄉 鄉下有沒有充電裝呢 因此在這一點裏面 一般來說可以支持到的 應該是新舊的 所謂的混合能源汽車 會有些好處的 這個混合能源汽車來說 自然是吉里 廣氣 以及長城都有在做 如果我們看吉里 這是周線圖 你電腦已經連續三個禮拜 是起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而保利加通道還繼續向上移動 起這一點 所以為短期 還可以看到保利加通道方面 認為吉里可以做得更好 真日線圖上面 吉里就會見到 有少少偏離了 如果保利加通道是上軸 可以是一個 有頂的危險 當然這個頂 我們就會起 22元這些水平 這個也是以前 在這裏說的 是一個可能的量度 是升幅 後市 一定不可以跌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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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一個 低位 低位 就是在這裏 之前不適宜跌穿一個低位 那個低位 就是 11月11日的 是 19.1 因為跌穿了之後 成為 雙頂的走勢 不過無論怎樣 吉里 應該慢慢 出現了一個 建頂的形態 要調整了 整固了之後 才可以再向上 另一個認為是 加電下鄉 售益的股票 就是 比亞迪 比亞迪 在過往一段時間 都是上升得比較多 比較多的時之中 他就變成了 亦都在這個保力加通道的中軸那裏 升了上去之後 就去了上軸 是有到那個 阻力 就是11月6日左右 就有阻力 然後開始看到 是回下了 11月6日 他們最高見到的 是 210元 再下回來之後 曾經 是一試試過去 是 這個是 156.8 這個位 不適宜再跌破 若然它跌破的話 這樣 好不好幸運 這個是 比亞迪 就會向下 試回 可能的是 大致上 這個是 134 這個水平 廣氣 是在 22、238 在這個 周線圖上面 還是一個 是上升的形態 因為 它剛剛 是離開了 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但是如果我們看它 那個是 日線圖 我見到它 原來 已經回下 試了 這個 保力加通道的 是中軸 然後再跟著 現在回彈上來 這個樣子 就不是 很好 我始終覺得它 還是有機會 可以下去 試一試 7.3 這些位 如果試完 7.3 這位之後 我覺得 後市 就可以 幾好 為什麼廣氣 會有一個 這樣回下 的事 是因為 在廣氣 接下來這一兩個星期 它大約有 1,617億的股票 可以解禁 因此 這個將會成為一個可能的沽貨壓力 長城汽車 在過往的一段日子 升幅是十分之零厲 是由5元左右 升到15元 一個這麼大的升幅 很明顯 將會遇到有調整的壓力 周線圖上面 我們看到 已經很明顯地 是偏離了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上頂 如果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已經是打平衡而去 即是說 在這一點 長城汽車 是可以 下去試 而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就是12.25元 這個水平 當然 首先第一件事 要跌穿了13.25元 這個位置 無論如何 有貨的朋友 需要去考慮 看看何時要 這個止賺 但如果 是沒有貨的 也應該要等到 稍後期間 去到 這個 是 這個 13 大約是 13.2元 才可以考慮 不是 這個 去到這個 12.2元 才可以考慮 吸納 中移動 941 他 他起到現在 這個低位 亦預期 他應該可以 在保利加通道 周線圖的底部 大約 46.9元 有一點支持 然後 拆造 一個 反彈 反彈位 一定是 去到 52元 這個位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 若然可以突破的話 上面可以看回57元 在日線圖上 明顯地看得到 他已經是離開了保利加通道的底支持 之前 一個日子入面 即是在 大致上 11月 10月30日的時候 是 見得到 48個 隧道見到47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底支持 48 即是今次 就不見到 他是見到有 這個是跌穿的底支持 而是還見到 有一個反彈 不過 今時這個反彈 不適宜 那麼早 進去 去買 因為他可能 還起到 有所反覆 即是當他 如果能夠 升穿了 49個半的話 那肯定地 就會有一個 是反彈 可能會出來了 美的 深圳的 是 股號 是333 美的 在今年的時 之中 大致上 在 2020年 的4月 大致上 是大致上 46元左右 最近 就升到 94元 升幅 是十分之零厲的 也都由於 他升幅 那麼零厲 因此 就去到現在 這裏 可能 需要有一個 調整 這個調整 是日後之後 是可以考慮 再買入 因為 始終 美的 是一個 很大的品牌 在國內來說 都是 減到 很多的 盈利 的機會 大致上 基本上 美的 大致上 在 95元左右 這裏 就見到 頂 下到 800元左右 是有底支池 如果跌穿的底支池的話 就會下回 大致上 要去 79元 那裏 是適合 可以再建倉 去買的 這些股票 在一個長遠來說 它都是 屬於 國內 可以考慮的 家庭股